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各位熟悉的AM1450美国中文电台 锁定我们的频率AM1450收听我们的新节目 也或者是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只要关注我们的手机APP美国侨报 就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来了解新一期的娱乐秀节目 看看娱乐圈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张子怡最近一直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工作 9月1号晚上她也是受邀参加一个慈善晚宴 又有了一套新的装扮 这次是选择中国红的长裙 非常的简约身V的陆背长裙 剪裁非常得体 很搭她的身形 然后黑色卷发搭配钻石耳饰 拿着黑色的手包 整体的造型气质有一点 旧上海女人的感觉 当然更时尚一点 佟丽亚工作室晒出她的最新活动大片 身穿碎钻的黑色礼服 也彰显她的成熟魅力 而年轻演员卢玉晓 有一组时尚大片释放出来 这次是被装扮成了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样子 就是戴着黑色圆框的眼镜 好像戴了眼镜就知识分子了 然后穿着碎花的连衣裙 搭配高帮的匡威球鞋 淑女中又带了一些青春的活力 好像20多岁的少女一样 有极旺盛的生命力 迪丽热巴工作室又有她的一组活动照 黑粉的纱裙 然后上面有晶晶亮的钻石点缀 薄纱轻盈也彰显她的曼妙身子 而好莱坞女星安雅泰勒乔伊 最近登上了香港版的Vogue 九月看的封面 金发红唇的冷艳美人 又演绎了一组时尚大片 除了看到扬眼的这些图片之外 在内夜的采访中 安雅也被问到 梦想中的迪士尼 或者想出演的音乐剧角色 而儿时就接受过芭蕾舞训练的安雅 就说一直都很想出演一部音乐剧电影 因为也许年轻喜欢挑战 所以要是能够在影片当中同时 唱歌跳舞表演 这会让我感觉很兴奋 而且他也提到最想演的角色是《冰雪奇缘》里的那个艾莎 他说从手中射出冰 哇那会非常有趣的 而且你将会是每个孩子生日派对上的最爱 他也表示目前自己的兄弟姐妹都已经有了孩子 所以希望他们能说 我的阿姨是艾莎 哇那一定很酷 而最近有网友偶遇到大明星姚晨 带着自己的儿子在街边吃麻辣烫 就是那种普通的小店 穿搭也非常的简单低调 11岁的儿子小土豆坐在旁边 很明显是遗传了妈妈高瘦的身材 而之前姚晨也在平台上发布过大儿子土豆的近照 11岁的土豆正在收拾一些露营的形状 而他的长相跟这个爸爸曹玉 就感觉是复制粘贴一样 一模一样的感觉 而就在前不久 徐毅阳在社交平台晒出了8月的Blog 在最后一天是跟黄子涛的合影 也是大方的秀恩爱 毕竟已经是官宣情侣了嘛 照片中徐毅阳靠在黄子娇的身上 反握着他的一只手 动作很亲密 就是恋人之间的那种小动作 还有一张是男友视角下的徐毅阳 面露灿烂的笑容 眼神里都充满了爱意 而这边8月的最后一天 刘亦菲赶去看了张亮颖的演唱会 在演唱会的现场 张亮颖也是隔空挥手 跟刘亦菲打招呼 刘亦菲也是大方的示爱 爱你 然后再会舞着荧光棒 为她加油 之后两个人纷纷在社交平台 晒出后台的一张合照 张亮颖说 有黄亦菲在上场前给我加油 能量满满 黄亦菲也是 刘亦菲在之前玫瑰的故事里 所饰演的那个女主角 非常励志的一个女生 然后刘亦菲呢 也发文at了张亮颖说 太棒的演出 Proud of You 结果也出了一个小小的bug 就是网友发现 Proud of You 这个骄傲 为你骄傲的 骄傲这个英文 给刘亦菲拼错了 她一开始把Proud 拼成了Proud 而这个小错误 整整持续了八分钟 才在粉丝的提醒下 重新编辑 并且改正了过来 娱乐继续秀 来关注两位歌手的消息 这边是音乐天后 Adel在31号的 慕尼黑演唱会上宣布 将无限期暂停音乐活动 但是其实这并非是突然起义 如果了解她行程 或者动向的朋友 应该能够了解到 就是Adel在今年7月份 接受德国第二频道的采访时 就曾经提到过 她希望暂时停止音乐活动 然后把精力投入到其他创作中 所以这相当于她再次强调和肯定了 她的这个想法 Adel将在今年11月完成在美国 拉苏维加斯的助演之后 就暂时正式的停止她的音乐活动 尽管目前Adel也没有披露 她在暂停活动后有什么计划 但是外界当然有很多猜测 比如说专注于她的个人生活 和伴侣李奇保罗订婚 也有人说她们已经结婚了 还有猜测认为她会把精力 投入到自己的一个设计公司 好像刚刚注册了一家公司 然后她在现场解释说 我只是需要休息 我花了过去七年时间 为自己建立了新的生活 现在我想好好享受她 我觉得以我观察到 Adel的性格来看 她做这样的决定 我不觉得奇怪 而在中国内地的娱乐圈 王一博这个名字 早已经成为一种现象级的存在 无论是作为舞者 演员 歌手 还是职业摩托车手 都让她已经成为了 无数年轻人心中的偶像 当然周边发生的事情也有很多 而就在八月底的最后一天 由华纳兄弟探索集团出品 Discovery探索频道 国际制作团队所打造的 王一博户外探索即时节目 探索新进 在腾讯视频开播了 王一博和Discovery 中国探索家 邢恩许 奔赴海南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 穿越森林 溪流 峡谷 瀑布等复杂的地形 开启一场探寻 长臂园的雨林探索 而面对未知之境的疲惫 或者危险 王一博说 我不相信自己没办法完成 只是时间问题 而他在探险途中 所展现出的勇于挑战和坚定的尝试 也不仅让观众看到了他作为歌手演员身份之外的真实个性 也感受到了年轻人学会追寻内心答案和培养内在力量的重要性 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他也向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 真正的明星的魅力是来自于内心的力量和真实的态度 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感 也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比任何角色都要鲜活的王一博 好了 娱乐秀节目上次休息一下 我们听到就是王一博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像阳光那样》 吹清明的风 灯骨欲播种 余山也的手 痛看星空 你就做什么 在树影之中 在夜里醒着 和我一一样沉默 我们聊几天就点亮了篝火 时光偷偷经过像花瓣垂落 我曾干了很久路 你做了很久梦 能交换真心就已过冬 许多孤独夜晚像落叶漂流 可她总有办法有潮心在尺头 我们会遇上像世界微如常 我收场理由 送你的萤火 是沿途间的 一些快乐 你叫做什么 名字有多温柔 请告诉我吧 夜不晓的时候 我们聊几天就点亮了篝火 时光偷偷经过像花瓣垂落 我曾干了很久路 你做了很久梦 能交换真心就已过冬 许多孤独夜晚像落叶漂流 可她总有办法有长心在尺头 从此会发芽你就会遇见我 像阳光那样心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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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个月后 在日逐 在日出 在风里瞧 像阳光的星来岛 我们在一起就已过冬向 清早做了个下雪的梦 像飞鸟穿越过暮云重重 不管去哪 希望你快乐 就算时光经过像花瓣坠落 就算孤独夜晚像落叶漂流 春天毫不在意没关系别哭泣 等该相依的时候 所有的美好会倒置透过 来交换故事吧 敬请每日关注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 像阳光那样照亮别人温暖别人 我觉得明星偶像的力量也应该是这样的 好了继续回来AM1450美国中文电台娱乐秀节目 继继续哦 我是主持人小方 接下来我们就将目光转移到意大利威尼斯 关注正在那里举行的第81届 威尼斯电影节 有不少的一些熟悉的影片 我们知道我宣传过的一些影片都在那里举行了首映式 像是主竞赛入围影片野兽派 在首映红毯上主演阿德里安布罗迪 费利西提琼斯 盖皮尔斯 斯塔西 马丁等等都有亮相 这部战后史诗篇的故事围绕着匈牙利出生的一名犹太建筑师 拉斯洛托斯和他的妻子艾尔兹贝特来展开 他们在二战后逃离了欧洲 前往美国重启他们的事业 并且也见证了现代美国的诞生 他们的生活被一位神秘而富有的客户 哈里森里范布伦所改变 托斯从对方手里收到了一份足以改变其人生 30年的一个合约 而影片放映之后 也是获得了全场13分钟的起立鼓掌 而烂番茄新鲜度有94% MTC开分也有87分 算是目前本届威尼斯评分最高的影片 很多的影评人将本篇形容为美国史诗的杰作 称赞说堪比血色将至美国往事 或者教父这些历史经典家族 看样子真的挺好看的 另一部主竞赛单元的入围影片是隔壁房间 也举行了首映 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 主演蒂尔达斯文顿和朱利安摩尔也亮相红毯 这部影片是导演佩德罗阿莫多瓦 继2021年的平行母亲之后的又一例作 也是他的首部英语唱片 此前曝光的预告中展现了色彩美学 是为影迷带来了很强烈的视觉冲击 而两位女主的演绎也是极具戏剧张力 而据了解这部影片首映之后 就马上击败了9月1号首映的野兽派 因为上映之后收获了17分钟的鼓掌 用鼓掌的时间来决定 或者说来评价这个影片的好坏 也是目前为止收获掌声最长的作品 这部电影《隔壁房间》将于10月18号在美国上映 还有电影《双狼》的首映红毯上面 主创乔治·克鲁尼带着妻子阿麦勒·克鲁尼 布拉德·匹特则是带着女友伊内斯德·拉蒙 另外还有艾米·莱安·奥斯汀·艾布拉姆斯 都悉数亮相 而在红毯上 皮特和克鲁尼这对好兄弟 也是在那打打闹闹的互动 现场的音乐就更加狂热了 《双狼》这部影片将是9月20号 会在影院限定上映 之后27号在Apple TV家播出 还有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影片 《小丑2》《双重妄想》的主创 华金·菲尼克斯和Lady Gaga也陆续抵达 Lady Gaga身穿黑色波点的短裙 和未婚夫牵手一路走过 狂撒狗粮 菲尼克斯这边也是有未婚妻 卢尼玛拉的陪伴 电影《小丑2》《双重妄想》 也将会在电影节期间 举行世界首映 然后10月4号在北美上映 那一天也是《小丑》上映 五周年的日子 现在形势逆转 我又回到你身边了 各位还有印象吗 这是指环王2双塔骑兵当中 甘道夫回到护戒团时候说的话 而如今扮演甘道夫的 伊恩·麦克兰恩爵士 真的有望重返指环王的电影哦 据Deadline报道 伊恩·麦克兰恩爵士 已经收到了指环王 追捕咕噜剧组的邀约 继续在片中饰演甘道夫 而现年85岁的伊恩·麦克兰恩 不久前我们报道过 在伦敦西区出演喜剧 《玩家之王》的时候 不顺跌落舞台 当时造成了手腕骨折 并且还有一些皮外伤 甚至还退出了后续的巡演 虽然麦克兰恩目前还处于休养状态 但依然不能阻挡 他想要出演指环王的热情 他还说什么时候我不知道 而且剧本好像还没有写好 所以你们最好快一点 早在2022年的时候 伊恩·麦克兰恩在接受英国的太阳报采访时就表示 自己想在剧版的指环王里面再演一次甘道夫 但是他说 我一直在等电话 但是没有人给我打来 现在会有新的指环王电视剧要播出 不过我估摸着甘道夫不会出现了 如果他可以出现的话 哦 这个角色你可不会嫌他太老吧 他差不多七千岁了 而当年亚马逊没有听到老爷子的呼声 但今年被华纳听到了 今年5月 华纳兄弟探索CEO的大费扎斯拉夫就透露 目前正在制作一部全新的指环王真人大电影 就是指环王追捕咕噜 安迪·瑟金斯回归饰演咕噜 并且担任导演 但是目前电影还处于剧本的前期创作阶段 预计要到2026年 电影才会上映 哎呀 以老爷子的这个年龄来看 这个事儿的确是要抓紧了 虽然说一天的长度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但每个年龄段的人 对一年的感知却是不同的 我现在偶尔就会觉得 时间过得有点快哦 你觉得呢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娱乐秀也要结束了 我是主持人小发 感谢各位的陪伴 明天我们再会 See you 而你为什么不解释地周图沉默 我该相信你很爱我 不愿意敷衍我 还是明白你已不相遇为什么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 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 自尊长长长将人拖着 把爱都走曲折 假装了解是怕 真心太赤裸裸 让baby失去难受 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 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 我怀念的是争吵 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 我记得那年生日 也记得那一首歌 记得那片星空 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 谁记得 谁忘了 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 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 自尊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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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那年生日 也记得那一首歌 记得那片星空 最简单用手 最暖的胸口 谁忘了 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 我怀念的是绝对炙热 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 求我原谅抱的我的痛 我记得你在背后 也记得我穿斗着 记得感觉上游 最美的眼波 最重的相拥 谁爱的太自由 谁过头太远了 谁压住我的心 谁忘了那就是承诺 谁不股自己走 谁忘了看着我 谁让爱变成重 谁忘了要给你温柔 我还要想要爱你的冲动 我记得那年生日 也记得那一首歌 记得那片星空 最紧的右手 最暖的胸口 我放手 我放手 我让足 加洒脱 谁懂我多么不舍得 太爱了 所以我 没有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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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